她說你改這個名字 就是越少人在你周圍越好 尤其是會有心機的人 或者是會有壞念頭的人 所以你等於就是你 直接的講是這樣 所以我一聽就想說 反正我名字都改了 我就一直就是聽著老師的話 到現在為止 我都沒有跟五六合體 那今天你們講的故事 可以是真的 可以是假的 但是這個假的 必須你抽中鬼牌 你就一定要講假的 講假的又被抓到 那今天懲罰太可怕了 第一個關卡 我連看都不敢看 不要 來 五張牌給他們抽一下 誰抽中鬼牌 誰就必須要說謊 好不好 牌要蓋好 他們都是講這種就是 沒有辦法曝光的跟媽媽的關係 誰知道你跟媽媽什麼關係 不可考 對 完全不可考 是無稽可選 你要講可考 我要講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沒有跟五六六合體這件事情 你自己要聊 沒有啦 無所謂的 為什麼沒有 大家都不知道真實的原因是什麼 想聽想聽 因為我講沒有合體 大家都知道 對 真的假的 其實你們一定一聽就知道 對 其實大家看到我的名字 中間這個邵 其實我以前的邵是介紹的邵 你改過 我改過 我改的原因是因為有一個老師跟我講說 其實如果我的事業要好 要改這個名字 原因改完之後 我的爛桃花會減少 紛爭也會減少 更重要的是我疾病會減少 我聽到老師這樣講 我當然要改 一改完真的過沒多久 我的事業就開始有很大的轉變跟起色 就是五月天找五六一起合體 合體的當下 其實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我們太久 因為我們都分散在各個公司 太久沒見面了 所以合體完然後氣勢很高 就開始有人在規劃說 要不要開演唱會 要幹嘛 五六的未來計劃 對 跟五月天結束之後 我們隔年的過年 我們來辦一場演唱會 為什麼要過年 因為大家有押稅前 到二月的時候沒有開 然後原因是什麼 我也不是很清楚 要講說是暑假要開 暑假大家放假 其實辦演唱會就有很多人 可是到了暑假也沒有開 也沒開 然後到最後是突然 我們公司接到電話說 十月開 十月開怎麼會 是什麼假也不知道 也不是暑假 也不是押稅前的時候 心裡想說是真的要開 還是假的要開 結果是真的要開 而且是 十月 確定了 那時候大概我們公司是 七八月的時候 接到這個電話 就說十月要開 這個時間其實是變來變去的 變來變去 其實我跟我配合的公司 他們很難去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很好奇 就是那其他人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其他人是可以開的 那時候我剛好有一個戲約在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 參與這件事情 那其他人為什麼可以開 後來疑問之下 我發現他們每一個人 都有拿到就是演唱會的那個 就是時間的 所以他們可以應變 那我們公司覺得莫名其妙嗎 我沒有收到 那我怎麼來應變這件事情 後來我就去問一個老師 就是幫我改名這個老師 老師說沒錯 你會改這個名字 就是會少拿到這一個機會 但是 但是他就是會少拿到這個 這個 schedule 不是 他就說會少拿到這一個 這一個演唱會的 schedule 我說怎麼會有這件事情 但是他說你不要擔心 他知道我的命格 就是我本來就比較是 比較低調 也不太喜歡 小孤僻 有點小孤僻 他說你改這個名字 就是越少人在你周圍越好 尤其是會有心機的人 或者是會有壞念頭的人 所以你等於就是你 直接的講是這樣 所以我一聽就想說 反正我名字都改了 我就一直就是聽著老師的話 到現在為止 我都沒有跟五六合體 但是是讓我自己 在我的事業上 會有很大的滿足感 所以我還滿感謝那個老師 但是其實五六 其他成員都不知道 以為我是因為時間沒有交融 或是什麼這些 但是因為老師有提醒我這件事情 如果我要 事業要一帆風順的話 就千萬不要跟很多人在一起 所以人越少越好 他有買票 他拿到公關票 各位 第一回合已經結束了 這一回合的懲罰相當之可怕 各位 板板寫下來 你認為誰在說謊 佩莉 你覺得誰在說謊 直接講 少偉哥 我覺得少偉哥 他最後說什麼人越少越好 之前主持那麼多人 對 這有一個BUG啊 三國志人 三國志 你們才反駁你 三國志是不是停了 就是他搞國 我跟你講就是 裡面有些人就是 壞心眼 他 才會這樣子 OK 好 沒關係 這你的選擇 來 馬利歐 他之所以會跟無聊他們合體 可能是你個人的因素 不會是老師的因素 而且你不能說發生的事情 再去問老師 老師說怎麼樣人少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有點 邏輯上有點奇怪 你要遠離人群的話 那你就不應該在這個圈子 OK 來 敏捷 你的選擇呢 高票當選耶 因為我也曾經是三國志的議員 其實我有跟少偉哥 稍微聊過這件事情 對 我覺得他講的東西半真半假 他把5566這些東西搬出來講 增加了可信度 可是我覺得 為了算命老師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有一點 太兒戲了一點點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回合 肯定有差一點謊言的成分 OK 來 校園 多多少少 只是 馬哥 馬哥一票 車禍 你要講出道理 其實我剛剛不然因為針對攻擊 OK 真的 他騙人 我也有點想學馬哥 怎麼喝四十幾罐台皮 兩罐Jack Daniels 誰會在遼寧街喝Jack Daniels 他點是這個 他的點是這個 那麼爛的酒 誰會喝那個對不對 而且時速80是有多快 對啊 摩托車快 算快 而且重點是 你已經喝到那個程度 你怎麼可能記得你喝幾罐 喝幾瓶 很悅 騙人 而且他從一開始就故意搬出 他的爸爸媽媽 就是想要博同情 對 溫情 講得很嚴重 宇宙有什麼事 我真的不曉得我在你心目中 這麼失敗 沒有 不能說失敗 就是奸詐 OK 老奸巨華 來 校圍 你的選擇是誰在說謊 我本來也是要選馬哥 但是我覺得 真的有可能的 我絕對是敏捷 你在寫什麼 因為敏捷 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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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慾菩薩這種東西 是這麼昂貴的 對 而且你說你用一個 如果你媽媽那麼在意慾菩薩 她怎麼可能你用一個樹枝 在那裡那邊假裝是慾 她會沒有發現 她早就應該要發現 趙哥是慾樹枝 不是樹枝 她用樹枝 你連聽故事都沒聽清楚 沒有啊 樹枝 對啊 但是你樹枝怎麼變成慾 沒有 她用酒把它擋住了 還沒修好 我覺得她媽媽如果在意這一個 非常在意這個慾菩薩 她一定會天天去觀賞 拿出來 愛不釋手 可能會看一下 好的 五位來賓 請把妳的底牌拿出來 3 2 1 請亮底牌 好 好 少偉 抓到了 名切也被抓到了 少偉哥被抓到了 好 來 有3票好不好 你只有1票 恭喜王少偉懲罰處理 來 直接上浴盤 來 讓你又紅又紅 來 來 好 要注意 要注意 踢壺 踢壺 抬頭 紅紅活活 一把 直接 踢壺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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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